173 香港相報 觀點 2015年7月14日金融證券A05任澤平 去槓桿發解有毒資產任澤平表示 內地本輪股災的根本原因是有毒資產 部分高股值小票 從兩融到上形信託和場外配資 由此導致市場未觀結構惡化 災後重建的關鍵市去槓桿和發解有毒資產 並推進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建設 促進長期持續健康發展 要加強對槓桿的監管 規範透明發展 有效降低槓桿 防止死灰復燃 德銀 停牌潮無我納入 MSCI 德意志銀行Dutch Bank預計 M.S.C.I.將在2016年6月前宣布 將A.股納入其新興市場指數 並認為最近中國會應對股市過度恐慌 而實施的大面積停牌不會影響 M.S.C.I.的決定 德銀指出 根據 M.S.C.I.的規定 某國股票交易所關門40個交易日以內 不會引發M.S.C.I.採取任何行動 但超過這一期限 M.S.C.I.可能會討論是否將改國從指數中剔除 M.S.C.I. M.S.C.I. M.S.C.I.M.S.C.I.